大家好,我是本期《耐进未来》主持人张浩 一名从事电池研究工作20多年的科教工作者 能源问题被自然杂志列为21世纪十大科学问题之首 另一方面,欧盟和中国都已经公布了 未来10到15年传统燃油汽车退出市场的路线图 可以说,这一切都大大加速了电动化交通时代 然而,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偶发的燃烧爆炸事故的新闻可谓不绝于耳 电池安全性的问题已称为悬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上方的阿摩克利斯之键 时刻溃扰着消费者 近期,清华大学何向明教授团队在NanoEnergy上报道了一种创新的材料 据称这是世界上首个有望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性的项目 今天就随着我一起去拜访何向明教授 看看他如何解决锂离子电池惹的火 何教授,你看电动汽车已经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电动汽车电池频发的这种爆炸事故又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安全焦虑 那为什么电动汽车的电池会频繁的发生事故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从我们做电池安全的角度来说 这个电池事故我们叫做电池的热食控 原因非常复杂 首先电池本质是一种高含能源器件 其内部含有高度可燃易燃的物质 正极为强氧化性物质 负极为强还原性物质 通常情况下被惰性的隔膜电子绝缘隔离开来 当其受到外部的机械滥用 热滥用 内部理智精生长 或者内部短路等原因 会造成正极和负极之间发生短路 这时会瞬间发生电流转化成热能 推高电池材料的温度 当电池温度升高时 隔膜会塌缩 使得正负极大面积脊 产生更高的能量 这一序例的链式放热反应 很快能将电池的温度推高到150度以上 进一步引发正极负极材料 直接参与高放热反应 最终电池最高温度能达到1200度以上 会造成电池的燃烧爆炸的后果 这个过程简单来称就是热失控 其实电动车产生这种安全事故的比率 跟燃油车产生的比率实际上是相当的 我们以近五年来的这个大致的数据来看 实际上我们的安全事故的比率是大幅度下降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感受还是很多的 是因为它总量上来的 对吗 那您的科技组长期治愈电池安全性的改善 我相信您一定遇到了并攻克了很多难点 我们科技组从06年开始做 做到今年也是差不多十七八年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电池发生安全性因素的什么李志金 液态电解业的什么着火等等 我们从这些原因的去不断的证实这种电池的安全性 电池安全性的这个定义这个概念 我能不能更科学化 所以认为电信跟安全性是有很强的光连 但是它还不相等 这个电池安全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好多标准 像过去上的UL有标准 很多很多标准 但是所有的电池通过这些安全标准 一旦还是找人 然后我们又去想去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又发现现在所有的安全标准 都是用我们叫一个滥油安全性的测试 就是我们用基建的电的 针测还有固充和短路这种电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发现 电池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 都不是这些原因 是自引发 我们叫做自引发安全性 所以我们提出自引发的概念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又仔细去研究 那自然是自引发 我们就去研究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自引发的原因是什么 制造过程的这种制造水平 制造质量 制造缺陷 是造成了这个自引发的主要原因 我们把这个引发的原因找到以后 我们又去研究 它这个引发以后 它怎么发散成事故 我们发现里面是很多很多 放热的化学副反应 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放热的链式反应 就是说我自发了以后 一个发热 发热以后呢 引发一些化学反应 这化学又发热 这样就变得化学反应 电池温度提高 引发新的反应 电池温度再提高 这样我们就叫链式反应 这个链的确实很复杂 不同的体系也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链搞清楚以后呢 我们就想 那么这些链 我们怎么去切断它 让它不反应 把切断这个链 电池就安全了 我们认为电池这种热安全 这种燃烧爆炸 是可以彻底被解决的 我们可以做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也是一个解决的 其中的一个方向 但是完全跟固态电池解决 现在看来也难 因为我们任何的这种技术 都必须保证电池的性能不降低 成本不太提高 这有两个边界条件 然后还要电池安全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难的 这些方面我们各地组 都做了比较大的进展 何教授 您在国际上是首次提出 用红林作为一种安全的 新型高性能的复级 那这个方面 您能介绍一下红林的主要的优势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红林大家都很关心 红林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 首先注意到红林是一种阻燃剂 那我们就想看看红林 能不能在安全设计用 但是一个果然机会 我们就发现 红林也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负极材料 这就是你看一个红林 我们就用这个菱粉 这个菱是非常便宜的一种材料 那是 对吗 一吟就几千块钱 但是如果它做成电池 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像它负极的话 我们预测 可能一吨负极 能卖十七八万 对吧 那力量是高 对吧 这是用红林做的电池 这个电池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 它的体积比能量相比之下 比传统的离子电池 大概会小 百分之一二十 对于那种体积敏感的用途 就非常的重要 另一个它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安全性比较好 就在有些充电 它不太容易处理至今 那是 何教授 现在固态电池太火了 得到了学术界 产业界的非常热的关注 有人说固态电池 就是绝对安全的中级电池 它能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吗 您科技组在固态电池的研究 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首先我说这个绝对安全的电池 如果我们有个明确的定义 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第一呢就是 对于电动车来说 电动车在马路上 不会再着火了 比如说电池出问题 那么 我的这个电动车 把电池换了 电动车还能开走 就电池可以着火 或者说可以坏掉 但是电动车不着火 这算不算一个局的安全 对吧 第一个呢 大家很关心储能 储能电站经常着火 在我的设计里面 在我的印象里 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储能电站 电池可以出问题 但是电站不会着火 我把储能电站的电池换掉 这个电站还是一个正常的 那么这样算不算一个终极目标 算不算一个绝对安全的 如果这个你们算 那么我想三五年 我想我们就能可以实现 我们的目标可以说 不是做一个固态电池 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 实用化的安全性电池 就是把动力电池 或者储能电池做到绝对安全 解决大家安全的焦虑 然后呢 使这个电池有真正的实用化 而且它的成本 它的加工难度等等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我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 比如说五年左右 能够让电动车不着火 能够让这个储能电站不着火 我想这应该是 最有价值的一个技术 那可真的太棒了 看来绝对安全 还是一个可期的目标 那您觉得固态电池 能成为下一代的可充电电池吗 我们用目标来定义这个 我认为就更好 我能循环两三千次 比如说近三百八十米公斤的 日路比能量 用这个性能 然后呢 它又是绝对安全的 那么按这些指标来说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 何教授 我看您从事研究都是原始性创新 像这一类研究都是路长且尖的 那主要您这边的突破 在哪些方向呢 我们科体组近三十年的理念研究里面呢 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 我们认为还是对行业很有价值的技术 最后国家电池也非常有信心 我们也发了好文章 也解决了这个很长时间 没有解决的难点 今天可以透露一个 我们最近要发一篇 比较好的文章 那个电池怕水大家都知道 水是因为六分离酸里 遇到水会分解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发现 实际六分离酸里 你把它扔到水里 它是不分解的 那么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所以电池里水的问题 最近我们也有理解的 长足的进展 然后这样的话 对我们电池工艺 也会有很大贡献 其实啊 锂离子电池是在过去的 十年中迅速的发展 现在占据了已经庞大的 储能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我们也能看到 像钠离子电池 新粒子电池 甲离子电池 等等新的体系 也在逐渐涌现 而且很多的 已经获得了学业界和产业界的 热点关注 那在何教授心中 锂离子电池 钠 钠 新粒子电池 这些体系呢 哪种才是终极电池 OK 在未来 我认为 最大市场份量的 永远是锂离子电池 我用一个性价比这个词来说 锂离子电池是最好的 没有任何材料 现在性价比可以超过锂离子电池 原因很简单 因为化学周期表上 锂是左上角 所以 它的比能量是最高的 它的综合性能目前来说 也是最高的 所以你要说终极目标 最大市场的终极目标 就是锂离子电池 那么其他电池 随着技术进步 随着它的特性被开发出来 它会占据它一有的市场份量 但是一定不可能超过锂离子电池 谢谢你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 一个分享和答案 谢谢 一家事件 我想问一下何教授 在您从事锂离电行业十几年之后 锂离电行业才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全国任何一个大学 好像有做化学材料的专业的 都有在做电池 但是在您选择锂离电行业的初期 它其实算是一个冷门专业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使您走到这样一个专业中呢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 好多人也都问 其实我自己也在想 我想可能从那么角度来 来想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最早期呢 健康和能源是人的社会 比较少的两个 那么能源也是 尤其90年代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那回也是电子产品 开始兴起的年代 像手机 笔记本电脑 这些都是移动电子 移动电子都需要电源 所以锂离子电子的出生 正好是满足了这种 很轻的电源的需求 为什么30年来 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早期做材料 那么材料完了以后 我们觉得要把材料做好呢 就得去做电池 所以我们06年就开始 关注电池安全性 对电池的理解呢 可以说是上了几个层次 这样的话 我们就愈有愈有兴趣 愈研究于 我们就做了将近30年 就一直 而且愈做愈有兴趣 愈有兴趣 所以我们的队伍 愈愈做愈有兴趣 现在还要继续往下做 我们都知道 在2019年 三位发明锂离子电池的科学家 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您看您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30年了 基本上从锂离子电池 被发明之初 您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研究 那么展望未来十年 锂离子电池将迎来什么样的 一种发展的状态呢 其实我觉得未来十年锂离子电池 应该是可以解决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快充的 这种充电问题 我想未来十年 大家也会从技术和这种商业的各个层面 来完全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我想未来十年 我们再用新能源汽车或者再用手机 再用变动自营车这些 这就成为跟我们今天用汽油一样 不会再有任何焦虑 我想这是未来十年大家可以期待的 其实我听说快充的时候 恰恰是最不安全的 等于您把两个方向要并行同步解决 您觉得这之间有矛盾呢 大体电池快充实际上是很难的 因为它的快充功率太大 500到800公里的一个车 如果我要三分钟五分钟冲的话 那功率差不多要一兆瓦的这种功率 但是你这个系统肯定是很舒服 因为有人算过 如果整个北京市有50万辆车的话 目前北京的电网的功率都不够 那肯定是个系统问题 可能要用其他方面来解决 换电池换车也是个方案 将来对吗 何教授 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出 像钢铁侠那样无限的能源呢 人类社会来说 大家都期望这样 但是自然界有规律 这种电源目前是存在的 比如说深空探测的那种核电源 那么可以有上千年的这种放电 就是它的比能量非常低 只适合于深空探测 能量很低 但是生命很长 另一个呢就是像俄罗斯的有个核鱼类大家讲的波赛东 可以在水里跑一万多公里 它也是用这种核能的一个能源 像这种刚才讲的深空探测呀 或者说是这种核鱼类呀或者军事领域呀 在民用里这是很难的 因为它有放射性问题 第二就是它的这个能量还比较低 就是单位质量的能量比较低 比如说像车用啊这些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就目前的常规的这个好像做不到 是这样啊 何教授 您看现在全球市面上 有一千万辆以上的电动车在跑 每一辆都有那么大量的电池 也有无数的储能电站在运行 那眼见三到五年之后 这些大量的电池可能会面临到 寿命周期的结束 你怎么看待它能不能回收啊 重生的这件事呢 OK 这个问题是很好 第一呢就是 其实从电动车好多回收下来的电池 还有80%以上的容量 是可以拿来做储能 其实这也是一个利用 主要的大家更关心的是 我想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是环境 就这些电池将来会不会污染环境 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有用的价值怎么体现 另外呢 大家其实从资源角度上 大家也很关心 电动车电池将来是不是 这个电池成本会越来越高 没资源了 怕没资源了 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基本是可以回收的 而且国家也是要求回收的 而且随生产的电池 随用的电池 随负责 国家已经有这个政策了 对于这个资源呢 15年的时候 三万多一吨 现在他上里都60多万了 很贵 我想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就是将来时间多了以后 那么这些资源的价格 慢慢的会到一个合理的价位 当一个资源的紧张的时候 价格高的时候 会发生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就是 大家利用资源的效率会提高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它贵了嘛 对 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随着它价格的升高 那么大家会发现替代品 何教授您从经济角度进行的解读 可以说见解非常的独告 谢谢 科学家们也正在帮我们探索 大量的新型储能材料和储能体系 发展不同形式的绿色电源 绿色电池是未来社会全面电动化的基石 正是像何向明教授这样 长期坚守在储能材料研究一线 储能产业的高速发展 才让我们看得见未来储能产业 新能源和全球绿色生态的希望